左手咖啡,右手世界,一部咖啡的商业史 马克·彭德·格拉斯特 第二部分,新鲜咖啡淡出,速容咖啡入世 第九章,爵士月年代的咖啡形象大战 普雷斯科特教授认为,咖啡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相当快乐的感觉 它让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力量更大 让那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精神更加集中 在这样一个悲伤的世界,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人们一直以来都有酗酒的习惯 而咖啡正好可以带给人们一种平静的快乐 波士顿文摘,Boston Transcript 1923年10月18日 在中美洲的各咖啡种植国还在争夺北美洲工业大国的咖啡市场时 热情洋溢的北美人民已经争相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商业、广告业和大众消费业是这个十年的标志 咖啡成为大众所喜爱的饮料 也在19世纪的这十年激发了人们的活力 敬酒令和动荡的19世纪20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美国敬酒运动的大规模开展 说服国会相信把补物用来酿酒不是爱国行为 而且是对食物的一种浪费 受到长期敬酒运动所带来的压力 1917年国会被迫立法通过宪法第十八修正案 主要内容是禁止至最酒类的酿造和销售 1919年1月 美国各州任何该修正案 第二年 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和沃尔斯特法案及敬酒法案一起实施 咖啡界人士欢呼雀跃 以为咖啡可以在社交场合代替酒精 成为人们喜爱的提神饮料 一位咖啡烘焙商如是说 我认为 咖啡馆很可能接替酒吧 成为社交文化中心 19世纪二十年代 咖啡的消费量确实在缓慢增长 威廉乌克斯在《茶盒咖啡贸易》中写道 敬酒应确实为咖啡消费量的增长 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尽管卖咖啡的小馆子和便餐柜台 也替代了上百家酒吧 但是专门的咖啡馆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快速扩张 改变饮食习惯 也为咖啡消费量增长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便餐店可以提供清淡的午餐 冷饮小卖部可以供应三明治和咖啡 有些工厂也开始供应免费咖啡 以激励员工工作 随着美国的公路不断扩张 美国人的流动性越来越大 而咖啡也成了他们开车提神的饮料 公路边上的卡车司机休息点 也是路边咖啡厅 乌克斯在文章中继续写道 战争期间有200万士兵上前线 他们一日三餐后都会喝咖啡 因此也学会了品尝和鉴赏咖啡 他们打完仗回来过老百姓的生活之后 对咖啡更加依赖了 为咖啡带来最积极影响的 可能要数第一次全国性的广告宣传活动 当时巴西国内 每出口一袋咖啡都要收取出口税 然后巴西咖啡种植者 用这些收入资助了这次咖啡宣传活动 而活动的执行者是美国一家广告公司 N.W.I.R.广告 N.W.I.R.公司 1919年 宣传活动在美国各大畅销刊物的广告板上 全面展开 广告词五花八门 商务大说给战士们喝咖啡 大声仗 知识分子就爱喝咖啡 所有的咖啡广告结尾都标明 咖啡是凝聚家出行必备饮品 自从纽约的一个咖啡烘焙商抱怨 此类咖啡广告没骨气老套 而且有损咖啡界尊严后 咖啡广告就开始变得有点侵略性 积极反击波斯敦饮料和其他抨击咖啡的人 比如这样的广告 人们很容易受到错误概念的影响 但是 无论如何 咖啡是绝对健康的 广告不仅刊登在女性杂志上 医学期刊里也有咖啡广告 医生经常跟病人说 早餐时间不要喝咖啡 于是 咖啡商就反问医生 难道医生每天干的活儿 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亿 把咖啡从病人的饮食清单中剔兔兔去忙 联合广告委员会 还会制作一些通用广告模板 以便私人咖啡烘焙者使用 比如 好咖啡就只盛盛排咖啡 新鲜烘焙出炉 卫生有保障 口味精细浓郁 富含独有的芳香 您一定会喜欢 广告的内容虽然不是千变万化 但是出现频率和曝光度相当高 随处可见 至少最后掀起了一场 全国性的咖啡广告热潮 即便是其他国家的种植者出资 第一年 巴西人为报纸杂志上的广告 支付了25万美元的费用 而美国咖啡界的人 只付了59000美元 这些钱被用来拍了一部电影 天堂赠予 这是一部描述咖啡栽培和消费的电影 在全国200多家影院放映 而且还在大学和中学免费放映 广告商甚至还制作了一组片子 给小学四五六年级的学生观看 建议在地理课历史课食品烹饪课校园集会 甚至英文写作课上播放这组片子 以便从小就给孩子们灌输咖啡的各种好处 咖啡俱乐部的月刊上 也会列出最近受欢迎的咖啡新闻 旁边画着南方的商业大亨 柯奈尔柯菲的丰功伟绩系列漫画 柯菲在漫画中说 生意人都一边喝咖啡 一边谈生意 咖啡给我们灵感 虽然这场全国性的咖啡广告宣传活动 使咖啡名声大震 销量增加 但是巴西人开始提出反对意见 虽然他们为广告付了很多钱 但是广告中并没有提及任何桑波斯或者领约咖啡 从此之后 巴西开始收集宣传广告的副本 以确定是否有提及巴西咖啡 即使巴西的咖啡基本上降低了混搭咖啡的整体质量 而且美国的咖啡烘焙商 基本上没有给这场广告推广活动掏过钱 但是他们却是最终的受益者 为了惩罚那些没有为宣传活动捐过钱的烘焙商 报纸上的广告开始指在那些有烘焙商赞助的区域刊登 最后到1921年的时候 只有36个州还有咖啡宣传广告 美国咖啡烘焙者协会的联合宣传委员会 起草了一份控诉书 声讨那些让人憎恨的咖啡摊贩 连锁店和通过邮件下订单的咖啡公司 声称 你们和其他咖啡同行一样 也是这场咖啡宣传活动的受益者 这也是咖啡业在20世纪第一次利用科研机构来影响大众舆论 1921年 美国咖啡烘焙者协会聘请了麻省理工学院的 SAMUAC 普雷斯科特 Samuel C C 正客观地研究大量咖啡方面的文献资料 以及坚持不懈的研究 毫无疑问 普雷斯科特得出结论 对于大部分成年人来说 咖啡是安全而且适宜的饮品 普雷斯科特还表示 咖啡能够激发精神为你的人 而且提高人们的耐力 咖啡还可以备用来做防腐剂 于是 咖啡烘焙者协会的联合宣传委员会开始在报纸广告中鼓吹普雷斯科特的结论 省略掉了咖啡力妙的作用 全国1500万读者看了这份宣传 全美的记者和食品书作者 纷纷引用普雷斯科特得到的结论 还经常添油加醋地写一些评论 从这20年来 波斯敦饮料销售量的下降 也可以看出公众对咖啡态度的巨大改变 波斯特那些恶意的反咖啡传统广告也已经失效 1924年 波斯敦公司聘请了欧文瓦奇广告公司 欧文瓦奇公司取代公司内部的广告部门 为其产品做广告策划 新的广告看点是容光焕发 身体健康 开开心心的人们在喝波斯敦饮料 1924年 波斯特公司在周六晚间邮报中发表声明说 波斯敦饮料 不是仿造咖啡和其他产品 它有自己的专利 是很棒的饮料 与此同时 波斯敦公司的客户主任约翰奥尔扬 John Ornion 抛弃了凡是必有因这个过时 且愚蠢的老口号 虽然这款新广告暂时阻止了波斯敦销售量的下跌 但是波斯敦饮料再也无法挑战咖啡至高无上的地位了 咖啡馆复苏 由于禁酒令的颁布 积极的广告宣传 加上公众对社交的向往 20世纪20年代 咖啡馆遍布美国各大城市 1923年 纽约时报发表题为咖啡最纽约的专题文章 副标题为人们长期保持精神紧张 亢奋活跃之音 咖啡从此正式进入并帮助创造了绝世时代 专题文章中说 不论男女用咖啡代替早餐的人数在不断上涨 咖啡全天候供应 人们经历生意场上的压力之后 就会来一杯咖啡 当作兴奋剂 美国人今年咖啡消耗量常年保持在10至11磅 然而后来人今咖啡消费量上升到13磅 同年 美国咖啡消耗量达到了全球咖啡供应量的一半 1928年的一首爱情歌曲里唱到 你像咖啡中的奶油一样 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没有你 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那时候 咖啡确实是美国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爱丽斯福特迈克杜格尔在全市男人的咖啡界客服万难站稳脚跟之后 通过咖啡馆大赚了一笔 1919年圣诞节前 他在大中央车站开了一家小咖啡店 起初 在这个192平方英尺大的小店里 他只卖整袋的咖啡洞 后来为了用咖啡香味吸引潜在的顾客 他添置了一套电动咖啡壶 在店里煮咖啡 为了把这个地方营造成一个让人们休息的美好之地 一个可以吸引劳累了一天的上班族 前来坐一坐的避风港 赖克杜格尔在店里摆了一些小桌子 开始卖一杯杯冲泡好的咖啡 1921年2月的一天 狂风大作 赖克杜格尔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当我走进大中央车站 我发现巨大的走廊里到处都是可怜的人们在避风避 于是 他回到家里 拿了烤华服饼干的铁膜和原材料 做了一堆华服软饼 然后在店里的橱窗上贴上供应华服 那天 他免费赠送华服 只收咖啡钱 接下来的周六 他又试了一次 不过这次 华服也要花钱购买 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每天就开始既供应咖啡 又供应华服饼 一整天客人都串流不息 1922年 麦克杜格尔在第43大街开了第二家咖啡店 第一天就接待了250位顾客 他聘请了黑人妇女做华服饼 端给美桌的客人 他这么做是为了让人们通过华服饼和非人保姆 想起南方那种温馨的原木小屋 不久 店里也开始供应三明治和其他能想到的所有美食 1923年3月 麦克杜格尔的咖啡馆供应一日三餐 时刻日日爆满 但是麦克杜格尔每天都要忙18个小时 心力焦脆 所以去欧洲旅行了一趟 麦克杜格尔回忆起那次欧洲之行 说道 没多久 我就陶醉在意大利的美景 和当地人温温尔雅的微笑中了 然后感觉到生活也焕然一新 回到纽约 麦克杜格尔在自己的第二家咖啡店旁边 租了一家商铺 不到一年时间 这家店的规模就扩大了一倍 新的咖啡店空间狭长 有18英尺高 麦克杜格尔在意大利时 发现意大利的墙壁布满裂纹和碎石块 充满年代的沧桑感 而且藤本植物就沿着裂缝生长 开出一朵朵小花 于是 麦克杜格尔受到意大利强益的启发 把隔壁新租下来的高墙 改造成意大利强益样式 把这块空间变成了一个小型意大利庭院 并以庭院命名新餐厅 麦克杜格尔把他的咖啡馆 当作纽约的一个休息点 就像意大利带给他的那种灵魂复苏的经历那样 1923年年底 麦克杜格尔的生意急速发展 在第43西街开了第三家咖啡店 小广场 这家咖啡店 以意大利内布勒斯的一个小广场为原型设计而成 1925年 他又在第46大街开了第四家咖啡馆 Felens意大利文 意为佛罗伦萨 这家店看名字就知道 是模仿意大利佛罗伦萨 1927年 麦克杜格尔在第57西街开了第五家咖啡馆 也是他所开的咖啡馆中最大的一家 银色幻想 开店时他直接就签了一份100万美元的店铺租约 每年5万美元 一共20年 1928年 麦克到格尔出版自传的时候 他的咖啡馆一共雇了700多名员工 每天接待6000多位客户 每年可以赚200万美元 第二年 麦克杜格尔在世女巷 开了他最后的一家咖啡馆 麦克杜格尔在咖啡界的成绩 确实非同凡响 这十年间 美国各大主要城市 也开了很多其他咖啡馆 滚十八点钟 和钻石闪闪 20世纪20年代 咖啡馆蓬勃发展的同时 以RP公司为代表 直接面向客户的咖啡销售也发展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约翰哈特福德 开了上百家连锁店 战后的和平期 R&P公司 开店的步伐加快 上千家新店开张 整体销售额从1919年的1.93亿美元 增长到1925年的4.4亿美元 1925年的时候 全美一共有14000家R&P商店 R&P公司 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连锁商店 哈特福德兄弟 把公司分为六个大区 每个区有自己的总裁 和员工组织结构 一个采购中心监管各个附属公司 贝伦特约翰弗里尔 Ferrant Yohan Friel 负责经营美国咖啡公司 这是公司的咖啡采购部门 福里尔是个受过德国教育的挪威人 在咖啡贸易世家长大 当他在巴西做咖啡出口工作时 就效力于R&P公司 1919年10月 年仅24岁的福里尔就受雇于R&P公司 负责监管该公司在巴西的采购工作 接下来的20年里 福里尔成了全世界最有权力 也最懂咖啡的采购员 1929年 R&P公司 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 店内现磨现瘦的新鲜咖啡 是最畅销的产品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宝石茶公司差点扩产 但是20世纪20年代 该公司却有东山再起 1916年 宝石茶公司 开辟了850条马车销售路线 净利润比前一年多出140万美元 公司开启了一项全面扩张计划 四轮马车销售路线翻了一倍多 新开了三家咖啡烘焙工厂 新泽西州的霍博肯工厂 本来打算专门为宝石茶公司供应咖啡 但是最后与美国作战部合作 工厂被征用来生产战争物资 与此同时 大批年轻人都走上战争前线 宝石茶公司还面临着招聘销售人员的困难 1918年 宝石茶公司的利润降到70万美元 1919年 公司又损失了180万美元 公司不断亏损 创始人弗兰克斯基夫和弗兰克罗斯也退休了 36岁的约翰M 汉考克 John M Hancock曾经干过海军采购代理人 他带领宝石茶公司收紧财务预算 渡过难关 1922年 汉考克成为公司总裁 聘请了他的海军老战友莫里斯H 卡克 Morris H 卡克 担任宝石茶公司的总经理 汉考克和卡克让公司员工被受鼓舞 人心振奋 1923年 公司净利润增长到62.4万美元 1924年达到85.5万美元 1924年汉考克离开宝石茶公司 加入了雷曼兄弟 雷曼 Brothers 卡克接任公司总裁 1926年 在卡克的代理下 公司利润达到120万美元 销售送货马车也升级为卡车 20世纪20年代 汽车的大规模生产加剧了美国的人口流动 这对各行各业都有所影响 也造福了很多公司 宝石茶公司可能是授意最多的公司之一 以前只有公路附近的乡村才比较繁荣 如今 乡村都建在公路的会合处 在这些新修的公路边上 涌现出了各种可以喝咖啡的地方 包括加油站 热狗售卖点 咖啡店 餐厅和大大小小的露营点 帝国国民流动性越强 人们的活动范围越大 连锁店的竞争就越激烈 客价活动也会越多 尽管扩大活动范围 就意味着花更多的钱在邮费上 但是便捷的公路 和逐渐涌现出来的市郊 却给宝石茶的销售汽车 提供了更多的销售卧土 1929年 坐落在芝加哥附近乡村社区 巴林顿的宝石茶生产园区 开始动工了 这里将作为宝石茶公司以后的总部 园区附近还计划修建一个生活社区 为宝石茶公司的员工提供低价的住所 20年代末 宝石茶公司已经重新崛起 资产总额达700万美元 拥有1200条咖啡输送线路 2400名员工以及将近100万忠实客户 霍博肯的咖啡烘焙工厂 每天能产出15万磅咖啡 公司营业额的一半多 都来源于咖啡销售 很多忠实客户已经把喝宝石茶咖啡 当成了自己每天的惯例 而且宝石茶公司的员工也都深信宝石茶公司理念 认同那些销售员所说的 如果有人说我是个典型的宝石茶公司员工 那对我来说简直就是莫大的荣幸 西海岸咖啡品牌东进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就金山的希尔斯兄弟 博尔街咖啡以及MJB公司都开始专做较高端 而且口味温和的哥伦比亚和中美洲咖啡也在互相竞争 试图垄断市场 并且都把销售区域向东部扩张 希尔斯兄弟采用真空包装咖啡后 MJB和福尔街咖啡也陆续采用真空包装 以便运输 福尔街的金大门咖啡甚至开始模仿希尔斯兄弟 采用大红色包装盒以吸引眼球 1920年 福尔街给经销商的信中说道 这些红色的包装盒看起来非常显眼 能吸引人的注意力 这封信也引起了希尔斯公司创始人A A.H 希尔斯的儿子H 格雷希尔斯的注意 他在这封信的页边 批住了真有胆量字样 然后贴到了希尔斯兄弟公司的剪贴板上 希尔斯兄弟已经成为遥遥领先的 地区性咖啡公司 年迈的A.A. 希尔斯和R.W. 希尔斯还在掌管公司业务 但是他们的孩子也已经开始参与一些日常决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希尔斯兄弟的红罐真空包装咖啡销售 已经遍布西部的七个州 以及蒙大拿州和阿拉斯加州部分地区 1920年 希尔斯咖啡进驻新墨西哥州 科罗拉多州 怀俄明州和蒙大拿州的其他地区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 希尔斯公司稳固冬鱼 系统性的规划渗透每个新地区 销售人员在当地的零售店 开设销售专柜的同时 也在当地媒体上刊登广告 詹姆斯福尔杰的儿子 詹姆斯福尔杰二世 继续管理旧金山的公司 1921年7月5日 福尔杰二世和他的父亲一样 死于心脏病突发 享年57岁 他的弟弟欧内斯特二 福尔杰继任福尔杰公司总裁 管理堪萨斯城和旧金山的公司 1922年 詹姆斯A 福尔杰三世 James Folger 三 拿到物理学和经济学学位后 从耶鲁立业 也加入了家族企业 管理广告部门 福兰克阿萨的儿子 拉塞尔和约瑟夫 也加入了堪萨斯城的公司 福尔杰公司 新一批的管理者上任以后 在报纸广告上扩大宣传 以直接从咖啡种植园 采摘为学童 号称我们寻电万里 只为一杯好咖啡 广告还利用家庭主妇的担忧来做广告 对家庭主妇而言 晚餐后一杯咖啡的好坏 意味着社会地位的高低 1922年 福尔杰在广告标牌上打出 女士们 一杯好咖啡 对于男人而言至关重要 如果咖啡口味不好 不是您的错 是品牌没选对 福尔杰咖啡 给您品质的保证 曼尼去世以后 马克思布兰登斯坦掌管MJB咖啡 将公司定位为 低端咖啡供应商 MJB公司打出广告 什么咖啡是最经济实惠的 只用一般低等级咖啡豆 一半的用量 MJB咖啡就能冲泡出 口味香浓的咖啡 这样的广告 看似荒唐可笑 只放一半的用量 泡出的咖啡 肯定像白开水一样 但是广告一打出来 销量却立即上升 希尔斯兄弟雇了NW 爱尔来策划公司的广告宣传活动 1921年 公司在洛基山脉以西的每趟电车上 都打出红罐咖啡广告牌 红罐咖啡 采自最好的咖啡种植园 跟空包装运输 保证到您口中时赋予唇后 当年9月 R 希尔斯的儿子埃迪希尔斯 Eddie Hills 给国库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 这个月 公司销售业绩走强 两个星期以来 工厂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10点钟 才能供应上咖啡销售 而且没有纠纷发生 公司运转顺利 然而不久 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不断扩张的连锁店 为了刺激销售 有时会以低于净货成本的价格 销售品牌咖啡 而小型杂货店却无力跟风 为了保护传统的小型杂货店 希尔斯兄弟带领几家咖啡公司 发起限制最低销售价格运动 1920年秋季开始 希尔斯兄弟公司要求零售店 以至少高于批发价5美分的价格零售咖啡 否则就不供货给这些零售公司 这也意味着零售店大概要调高 希尔斯咖啡零售价格11% 这也不顾正好购杂货店支付一般的开支 再赚一小点儿利润罢了 此举遭到了迅速崛起的皮格丽威格丽 皮格丽威格丽连锁店的强烈反对 皮格丽威格丽连锁店声称自己的特色 就是销售减价商品 并在其广告头条打出 抵制希尔斯咖啡 拒绝涨价 消费者不是怨人宰割的羔羊 坚决抵制希尔斯涨价 广告中还说 希尔斯兄弟咖啡 强连锁店给每磅咖啡涨价一每分 不然希尔斯就拒绝供货 希尔斯兄弟立场坚定 立马成了小型零售商的英雄 加利福尼亚的商业周刊 零售商代言人 Retail Grosser Saviqate 敦促读者支持希尔斯兄弟 一日三餐都喝希尔斯咖啡 周刊编辑很赞赏 希尔斯兄弟肯出面 跟皮格力威格力抗争到底 他还在周刊中严厉抨击MJB和 福尔捷咖啡 不执行限制低价销售政策 纵容皮格力威格力低价竞争 希尔斯兄弟公司宣布这不是斗争 而是一场正义之战 还发誓江战斗底 皮格力威格力连锁店 虽然依然没有接受限制最低销售价格政策 但是最终却赢得了胜利 1914年 为了确保公平竞争 美国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FTC 捧刺的是 最后皮格力威格力的胜利 就是由该委员会才决的 1925年 FTC指控希尔斯兄弟操控物价 阻碍贸易自由 希尔斯兄弟在辩护中称 限制最低销售价格政策是为了保护小型杂货店 以免其受到大型连锁店低价恶性竞争的吞噬 长远来看是有利于行业竞争的 但是 FTC并没有接受希尔斯兄弟的辩护 最终裁定禁止希尔斯兄弟的限制最低销售价格政策 官司败诉 并没有阻止希尔斯兄弟东进的步伐 1925年 公司一半以上的咖啡 是在加利福尼亚以外售出的 接下来的几年 加利福尼亚州以外的咖啡销售比例持续增加 希尔斯兄弟的咖啡广告强调其西部的粗犯风味 广告上画着其在一匹西部平原的野马上的骑手 然后打出广告 粗犯豪爽的西部人民喜爱浓烈的口味 另一幅广告则绘制了一幅美丽的山景 打出广告 高山峡谷 希尔斯宏罐咖啡 山景旁边还雕著 大峡谷深不可测 让人眩晕 不愧为大峡谷 好咖啡自然也无庸置疑 1926年 希尔斯兄弟在广告宣传上的花费 大约是25万美元 广告主要刊登在加利福尼亚州 俄勒冈州 密苏里州和犹他州的报纸上 1927年 希尔斯兄弟公司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 开设销售分布 很快希尔斯兄弟就成了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的双城区领先的咖啡品牌 1927年12月 MW 爱尔公司在中西部地区超过200个城镇进行了一次行业调研 调研报告显示 咖啡业也正在转型 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广告宣传活动时机已经成熟 虽然 蔡斯和桑伯恩以及麦斯威尔咖啡都是进行全国性广告宣传的公司 市场曝光率很高 但是却都没有成为领先品牌 通常来说还是各地区的咖啡占主导地位 通过对科罗拉多州的奥罗拉和伊利莫伊州的55家零售店的调查 爱尔公司发现市场上有8种不同的品牌 除此之外 在少部分商店 一些没有品牌的整装咖啡比品牌咖啡更为畅销 乡村地区的杂货商说 宝石茶公司沿街都售的咖啡车抢走了他们20%的亿 1928年 希尔斯兄弟公司在芝加哥设立办事处 为此 希尔斯兄弟准备了两年时间 在中西部城市做宣传 吸引客户 希尔斯兄弟在零售店悬挂广告牌 在当队报纸上打出整版广告的同时 还开展了试影活动 在设定的目标城镇 给钱在客户免费赠送半磅装的罐装咖啡 当然 宣传结果很令人满意 1928年10月 宣传活动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开始之初 该地区基本没人知道 希尔斯兄弟咖啡 两个月以后 尽管N&T的 私家8点钟咖啡品牌 还是领先品牌 但是希尔斯咖啡已经成了密尔沃基最畅销的大众品牌 分批次一炉一炉的烤咖啡已经无法满足市场供应 而且每批的口味不一 于是希尔斯兄弟公司的咖啡烘焙师们 发明了一种很长的咖啡烘焙炉 然后把豆子源源不断地放到传送袋上 送进烘焙炉 这种流水线的方式确实可以保证统一的烘焙 但是却牺牲了烘焙咖啡的过程中 烘焙大师的微调艺术 传统的烘焙大师通常会根据每种不同的咖啡豆 精心选择烘焙方式和烘焙时间 在烘焙的时候 还会时不时抽出一些咖啡豆 看看烘焙情况 然后在微调火后 以最大化发挥该品种咖啡的特点 不过 希尔斯兄弟公司却把他们新发明的控制式烘焙法 作为1929年的广告宣传点 还巧妙地把烤咖啡豆比喻成烹饪 广告插画是一位主妇看着一大块要烤的鱼不知如何是好 旁边的广告词是 对于一头巾来说 吃掉一百磅鱼绝不是问题 所以 只要烘焙机够大 多大量都没问题 广告还向人们宣传 咖啡要同一时间 浸焙炉 火后一炙 不断烘焙 挺炙才有保障 这则广告用来糊弄那些不懂咖啡的人 听上去还是很有道理 可以行得通的 更何况 希尔斯兄弟公司的广告无所不在 深入人心 真假都不重要了 20世纪20年代末 希尔斯兄弟公司 已经成了一家经营非常出色的公司 尽管公司还是家族管理模式 但是已经是由第二代职业经理人 以一种近乎军事化的方式细致入微的管理 实际上 在销售广告中 用战争打比方已经屡见不鲜了 子弹上号枪膛 战士们已经开火 都为子弹壳已经堆成了小山 战旗高高悬挂 希尔斯咖啡不到 战争不会熄火 希尔斯兄弟公司的惯例是 员工要大声宣誓效忠希尔斯兄弟 A H 希尔斯和R W 希尔斯 写了一本阿巴克尔公司简史 里面写道 阿巴克尔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公司 阿巴克尔公司坐落在布鲁克林港口的捷大街水运输扭站 配备了自己的货运站 运输火车 运货托船 蒸汽博船 火车渡轮和运货艇 在陆地上 阿巴克尔公司 配备了运货卡车和马车 还专门成立了生产咖啡包装纸和船单的大型印刷厂 以及装咖啡的木桶工厂 以及好几个大型咖啡烘焙厂和这堂提炼工厂 哥廷杰夸张地说 很难想象世界上还会有比我们阿巴克尔设备还齐全的工厂 阿巴克尔公司的员工 遍布各行各业 医师 化学家 蒸汽船船长 普通汽车司机 卡车司机 四轮马车设计制作人 马车套具制作人 机械师 绘图美术家 铁匠 锡匠 铜匠 质筒 木匠 银瓦匠 油漆匠 水管工 装配工 牌子工 印刷工人 厨师和服务员的 而且还有各个方面的工程师 机械工程师 土木工程师 电气工程师 化学工程师和铁路工程师等 1912年 约翰·阿巴克尔去世以后 他的侄子威尔·贾米森在母亲凯瑟琳·阿巴克尔贾米森夫人 和姨妈克里斯蒂娜·阿巴克尔的赞助下 成功发布了高品质的语班咖啡 据歌廷杰说 阿巴克尔的两位年迈的姐姐 对公司碰到的各种重大问题都很关切 而且提供帮助 但是他们从不直接参与公司管理 1921年 阿巴克尔兄弟公司 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智威汤逊广告公司 对宇帆咖啡在纽约和芝加哥咖啡市场的统治地位垂涎不语 想要让宇帆咖啡变成全国性大品牌 于是他做了一份长达33页的调研报告 全面论证了 进行一场全国性的咖啡宣传活动时机已经成熟 没有一个咖啡品牌 比宇帆咖啡更有利于做全国性的推广了 智威汤逊广告公司建议在周六晚间邮报 家庭妇女杂志 Lady Show Journal和画报评论 Victorial Review 上刊登整版广告 开展全国性的广告宣传活动 这一项长达五年的宣传活动费用非常高昂 相当于花掉了每磅咖啡大约1.5美分的利润 但是 阿巴克尔兄弟公司拒绝了智威汤逊广告公司的提案 智威汤逊广告公司的一份备忘录中简单提到了此事 阿巴克尔公司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还是觉得走向全国要付出的代价太大 1912年 威尔·贾米森亲自负责与班咖啡的宣传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而这次他却没有认同智威汤逊公司广告宣传活动的价值 确实让人惊讶 人们推测 贾米森的母亲和姨妈才是公司的大股东 这一场宣传活动对他们来说太广昂贵 而且要承担风险 所以投了反对票 而这并不是贾米森的决策 当然 这也仅仅是人们的猜测而已 不管是什么原因阻止了这场全国宣传活动 反正从此 阿巴克尔兄弟咖啡的销量增长停滞了 没几年 两位年迈的女股东去世了 1928年 威尔·贾米森也与世长辞 把阿巴克尔公司留给了他的两个妹妹 玛格丽特·贾米森和玛莎·贾米森 他们俩都未婚 而且对咖啡生意并不感兴趣 20世纪20年代末 那些做过全国性宣传的咖啡品牌销量大增 阿巴克尔咖啡则大范围从商店货架上撤柜 智威汤讯广告公司对阿巴克尔公司失望透顶 于是放弃了阿巴克尔公司 开始寻找其他愿意在流行消费杂志上 做广告宣传的客户 大企业吞噬咖啡业 1929年夏天 几个月的时间之内 就先后诞生了两家大型企业 标志着大众消费品的生产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也宣告了家族生意的灭亡 2月 皇家发酵粉公司 Royal Baking Powder Company 收购了蔡司和桑伯恩咖啡 当时蔡司和桑伯恩公司 每年的总销售额高达1200万美元 几个月后 福莱西曼公司 Bleishman Company 又收购了皇家发酵粉公司 及蔡司和桑伯恩公司 合并重组成标准品牌公司 Standard Grants 标准品牌公司本来每周就要给食品店送两次货 供应不易保存的发酵粉 收购了咖啡公司以后 他们在咖啡包装上也印上生产日期 然后把包装好的咖啡装上运发酵粉的卡车 然后一定送到食品店 标准品牌公司在广告中宣传 为了保证蔡司和桑伯恩咖啡 运到你手中是依然新鲜 咖啡包装上有出场日期供您参考 1929年7月 波斯敦兼并了麦斯威尔咖啡 公司重新命名为通用食品公司 当时麦斯威尔确实是个非常吸引人的兼并目标 在乔尔齐克和新领导团队的带领下 20世纪20年代 麦斯威尔公司不断扩张 1921年 麦斯威尔进驻纽约市场 在布鲁克林地区建了一幢大型咖啡烘焙工厂 广告上画着即将进入社交圈的少女 端着烤酒的杯子 正在品尝咖啡 广告语是滴滴香浓 麦斯威尔只用了两年时间 销量就超过了雨般咖啡 成为曼哈顿地区最畅销的品牌 麦斯威尔作为南部的咖啡品牌 成功占据纽约市场 势必会引起智威汤讯广告公司的注意 毕竟 前一年 智威汤讯公司的全国性广告推广计划 才被阿巴克尔兄弟拒绝 他们还在寻觅新的合作伙伴 1922年 智威汤讯公司的经理约翰雷伯 John Rabber 向麦斯威尔公司管理布鲁克林工厂的 弗兰克奇克 Frank Chief 提议全国广告宣传计划 但是当时的智威汤讯 还是一家不为人知的小广告公司 麦斯威尔咖啡并没有为之所动 于是智威汤讯公司又派了其他经理人 继续游说麦斯威尔 先是赛希尔 然后是巴雷托 最后赛希尔再次上阵游说 公司经过两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游说 终于拿到了麦斯威尔咖啡的合作合同 这时候 麦斯威尔刚在洛杉矶建了一家新的烘焙厂 日威汤讯公司的备忘录中继载道 我们和麦斯威尔的合作能够成功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麦斯威尔打算在加利福尼亚州建办公室 另一个重要因素恐怕要归功于智威汤讯公司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和心理战术等复杂手段 逐渐掌控了潜在的消费者行为 1921年 智威汤讯公司聘请了知名的行为主义支付约翰D 华生 John B Watson 行为心理学在当时是一门研究各种积极和消极因素 是如何对人们造成刺激 从而形成某种行为规律的心理学新流派 据化生的研究 人类对恐惧愤怒和爱的刺激反应最为激烈 在调查表中列出一些物品 它们分别会引起人们的恐惧 轻微的愤怒或者爱慕之情 那么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可以引起爱慕反应的物品 华生试图通过熟练运用这些科学理论来塑造人 从他们一出生起 就用命令来纠正他们的行为 使他们成为想要的那样 华生进入智威汤讯公司后 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开展广告界新人训练活动 华生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要想击败一般咖啡 占领市场 确实是件艰苦的工作 我们早上六点半起床 七点四十五分开会 八点十五分就已经在前往零售店的路上了 1924年 智威汤讯公司终于勉强拿到麦斯威尔咖啡这个客户 此时华生已经升到了公司的副总裁 按照当时一个八卦杂志记者的说法 华生也已经成了广告界供奉的首席陈列廷 尽管华生的市场调研对麦斯威尔的全国性推广活动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这场活动却是由智威汤讯的另一位知名客户经理詹姆斯维博杨来主持管理 杨是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 曾经有过在南部上门推销圣经的经历 在当时的广告界 那些有宗教背景的广告撰写人非常能吸引非宗教的广告人士 昨日往事 Only Yesterday 是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Frederick Lewis Allen 写的一本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本经典书籍 艾伦在书中写道 商业似乎已经成了全美上下的宗教信仰 商业培训频繁引用圣经 而教会的圣经讲解又频繁用商业活动举例 有时候真的很难判断 我们去教会到底是为了得到什么 养给旧金山和芝加哥的家庭主妇赠送麦斯威尔咖啡 请他们品尝并进行了市场调研 他在一份公司内部的备忘录中写道 咖啡业是全球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 奈斯威尔必须要面临竞争者激进的上门推销和广告促销 而且大部分竞争者都占据了东道主的优势 杨的调查报告显示 87%的家庭主妇把口味作为选择咖啡品牌最重要的因素 然而 普通人恐怕很难区分咖啡的口味 所以 杨得出结论 尽管主妇觉得自己选择的是咖啡的口味 实际上 他们选的就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杨以前当圣经推销员的时候 曾经在那神维尔的老麦斯威尔酒店住过 他深知南方传统魅力的迷人之处 所以才创作出结脉马大神 Ant Jemima这个黑人厨娘的形象 以此来推销烤宝饼 所以 这一次 他派广告撰写员由英维博 You in Web 前往那神维尔 住在老麦斯威尔酒店 感受那里的气氛 以寻找创作灵感 因此 微博创作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广告 他把麦斯威尔咖啡塑造成老南方 指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 各贵族饮料 于是 他们聘请了上层社会的插画家亨利罗利 Henry Wally 请他在那神维尔花了好几个星期来 创作广告插画 这位汤讯公司最终在 《家庭妇女》杂志 《家庭妇女》之友 《我们's home companion》 好管家 Good Housekeeping 以及周六晚间邮报上发布了这幅彩色广告 热情好客的南方盛宴 齐克尼尔 Chic Neal公司的推销员和烘焙厂经理都震惊了 毕竟麦斯威尔酒店已经破旧不堪 昔日的辉煌已经不复存在了 然而 事实并不重要 广告中的宣传画才最具说服力 广告歪曲了麦斯威尔咖啡的历史 让麦斯威尔咖啡看起来更加古老 珍贵 南北方人民通过麦斯威尔咖啡 共同庆祝南北统一的兄弟时代 实际上 1892年 乔尔齐克才发明了麦斯威尔咖啡 相比前一年 1925年麦斯威尔咖啡的销售额非常令人满意 有些月份的增幅高达100% 后来 麦斯威尔咖啡供应全国其他有名望的酒店 也被用来做进一步的广告宣传 对这场广告宣传活动的赞扬信 从四面八方飘来 一位消费者写道 我准备去试试 麦斯威尔咖啡到底怎么样 是不是真的像宣传的那么好 显然 咖啡中所蕴含的寓意 对智威汤讯公司的人而言更加重要 负责麦斯威尔广告的詹姆斯维博扬 在备忘录中写道 的确可以只把咖啡当成一种满足味觉的饮料来宣传做广告 但是我们也知道 对于女性而言 每浪漫和社会声望几乎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而在女性眼里 那些顶尖的新潮酒店 绝对是决定社交习俗好坏的裁判 对食品由为如此 按照约翰化生的培训建议 智威汤讯的广告团队 尽力完善自己的销售技巧 子弹预先上膛 做好心理准备再上战场 瞄得更准 杀伤力更大 智威汤讯的广告人在化生的三点刺激理论 恐惧 愤怒和爱 之上又加了第四点刺激 对社会声望的渴望 迅速腾飞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把广告业带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随着专业的企业管理人员和公共关系专员进入广告公司 广告商的科学管理时代已经到来 1926年 一个守旧的广告人抱怨说 广告界的变化太大了 简直让人震惊和困惑 其他行业的变化都没有这么快 现在广告都是根据实际的调查来做 他还念念不忘以前的美好时光 继续感叹说 我们以前的广告 充满了各种冒险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 而如今 无休止的研究数据 已经破坏了广告的缤纷色彩 1927年 经过智威汤讯公司 在芝加哥的调研和宣传活动 麦斯威尔咖啡 在芝加哥也开了一家新的烘焙工厂 一架单一飞机 麦斯威尔小姐号 从美国上空飞过 纽约时代广场新式电子标牌也闪烁着 麦斯威尔咖啡的标语滴滴相浓 同年 乔尔奇克的咖啡净利润高达270万美元 成了全国领先的咖啡品牌 麦斯威尔咖啡也吸引了爱德华 贺顿 的目光 贺顿被人们称为幸运的内德 他本来是个股票经纪人 后来娶了波斯特的女儿 马乔里梅里维瑟波斯特 成了老波斯特的第二任女婿 1923年 贺顿成了波斯敦股物公司 Postum Serial Company的首席执行官 波斯敦股物公司由贺顿领导 马乔里波斯特担任财政顾问 小科尔比M 切斯特 CobieM Chester Jr 担任总经理 波斯敦的总部 从一些跟州的巴克克里士搬到了纽约 波斯敦公司并没有违背C W 波斯特当年设定的发展路线 公司还在不断地赚钱 只是没有扩张而已 贺顿 切斯特和其他管理人员列了一张清单 筛选出符合他们要求的30家公司 想要直接买入已经成功进行过广告宣传 得到了全国认可 而且有利可图的咖啡品牌 1925年 波斯敦公司先买入了果冻品牌 20年代的后面几年 又逐步并购了其他几家公司 1928年 赫德做了一笔最大的并购 以4200万美元买入齐克尼尔公司 一半现金支付 一半以股票形式支付 乔尔齐克把卖掉公司所得的钱 分给自己的9个孩子和2个侄子 他们瞬间都变成了百万富翁 第二年 赫德将公司重组后 起名为通用食品公司 讽刺的是波斯特创立的反咖啡公司 最后成了全国最畅销的咖啡品牌供应商 1928年 爱德华安 赫德和马乔里波斯特买入迈斯威尔咖啡的时候 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成熟 20世纪20年代之前 大部分成功的公司和企业 主要还是以家族生理为主 到了这些家族起家后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人管理的时候 这些后辈则缺乏做企业的满腔热情 为了阻止过量生产带来咖啡价格下跌 囤积的大部分咖啡还清了900万英镑的贷款 然而 与此前不一样的是 巴西的咖啡种植者和政客们也发现把咖啡囤积在海外 会增加额外的开支 1922年 阿图尔达西尔瓦贝纳德斯当选巴西总统 他下令在圣保罗修建11个巨型仓库 这些仓库可以容纳350万代咖啡 之后 他还规定 以后运往海外港口的咖啡数量只要满足当时的需求即可 咖啡种植者要自己负担存放咖啡的费用 规定颁布后 咖啡出口商 进口商 贸易商 投机者和咖啡烘焙商等中间人都很有怨言 这样一来 他们根本无法掌握库存的咖啡量 也就无法哄抬咖啡价格了 1924年年初 咖啡价格上涨 进口商和咖啡烘焙商试图通过大批量买入 咖啡吸引巴西囤积的过量咖啡投放市场 以此来破坏巴西总统的新政策 但是他们失败了 和以往一样 不断上涨的咖啡价格 最后在美国引起公愤 当年6月底 纽约的一个咖啡前客 安妮特比森 艾美特比森 呼吁美国人多喝自己领地下威尼和殖民的郭多黎克种植的咖啡 通过最后的分析 可以看出 巴西这次贪婪的战术 促进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咖啡种植 但是这些地区中的大部分 最后也荒废 1925年 一个由美国咖啡烘焙者协会 连锁店 批发零售商以及 安妮公司的 贝伦特弗里尔等 咖啡界人士组成了代表团 要求当时的商务部部长赫伯特胡佛在圣保罗 设立永久性美国委员会 来监督巴西咖啡的生产和仓库咖啡存量 胡佛不能冒着和国外政府作对的风险 来满足代表团的要求 但是1926年1月 胡佛在国会上 极力推进新的国际商品政策 他同意之前固定商品价格的做法 对国际商贸和关系的威胁越来越大 而且固定商品价格的做法 使政府对市场运作的干预范围过大 最后 九种原材料被耐入新的商品政策 不过关注重点是橡胶 橡胶价格影响了美国疯狂增长的汽车价格和咖啡 胡佛管理下的国内外商务局局长朱利叶斯克莱因 也出来为咖啡辩护 强调巴西建造仓库秘密囤货给咖啡市场造成了损失 巴西在圣保罗囤积了大量咖啡 一旦政治或者任何其他突发事件发生 这些囤积的咖啡就可能瞬间侵入市场 造成咖啡市场秩序混乱 但是胡佛也承认 如果当初美国的利益团体都能对自己的合理利润满意的话 他就不用费这么大的力气去反对投机行为 但是他深谙垄断的本质 一旦放开市场 投机者就会不遗余力地把咖啡价格哄抬得虚高 巴西政府对胡佛的新政策持之以宜 立马向英国贷款400万英镑 英国的银行家迫不及待地向巴西提供贷款 公开发行的债券在五分钟之内就销售一空 后来橡胶短缺的问题由于合成橡胶的发明得到了解决 但是咖啡是无法在实验室里复制出来 巴西人对胡佛的趾高气扬非常气愤 就在胡佛就此问题发言之后 巴西一位记者就提出抗议 美国人无权就巴西政府囤货问题发表评论 美国人自己的垄断五花八门 如这堂托拉斯石油联盟烟草垄断金属彩链联盟 药品和龙银垄断联盟肉品包装垄断以及电影制片托拉斯 而且美国的棉花和小麦种植者还有一套保税仓库囤货系统 为什么巴西人就不能囤积咖啡呢 更何况咖啡主要的额外利润往往都是在出口以后才加上去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要花五十美分去买本来进口价格 只要二十美分每磅的咖啡呢 圣保罗咖啡研究院用政府刚向英国借来的这笔钱 和政府联合开办了圣保罗州银行 并开始以固定资产主要是咖啡种植员 仓库收据以及咖啡发货单为依据发放贷款 1926年保利斯塔人华盛顿路易斯佩雷拉德索萨在总统选举中胜出 确保了咖啡种植者能继续得到政府的支持 1926至1927年尽管咖啡收成相对较差 咖啡研究院仍然决定继续大量囤积咖啡 以哄抬不断降低的咖啡价格 当时巴西仓库咖啡存量已经达到330万代 第二年咖啡大丰收 巴西咖啡库存多达3000万代 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1927年圣保罗咖啡研究院跟巴西其他种植咖啡的州 开过两次会 最后达成一致 其他种植咖啡的州也同意限制运往各大港口的咖啡出口量 加入了咖啡囤积计划 1927年年底事实证明 巴西咖啡研究院的决定是正确的 他们成功从伦敦拉扎德兄弟Lazard Brothers 商业银行获得一年500万英镑的信用额度 随后 巴西国家银行又得到一笔价值500万英镑的黄金抵押贷款 即便遇到大丰收的年头 咖啡价格也在上涨 1928年 拉扎德银行把对巴西的贷款期又延长了20多年 然而 巴西人基本都信心满满 沾沾自喜 很少有人担心一亿株新的咖啡树已经要开始结果 这将造成咖啡进一步过剩 而且巴西总统也开始有点担心赫伯特胡佛有可能当选美国总统 但是 总体来说 巴西的咖啡种植者们都对未来非常乐观 他们认为那些老咖啡树的产量在不断下降 而且世界市场的咖啡消费量在不断增加 这些都可以弥补新咖啡产量过大带来的问题 更何况 咖啡产量一般都分大小年 从来没有连年大丰收获 20世纪20年代 消费市场活跃 经济看涨 很少有巴西人会对热带雨林不断遭到砍伐提出抗议 当时 圣保罗的热带雨林 以每年3000平方千里的速度遭到砍伐和破坏 但是 大部分巴西人并不介意这些热带雨林被破坏 时事评论家说 人们肆无忌惮地砍伐雨林里的植物 蓝势汹汹 简直无法想象 一卡车一卡车的人开进雨林中 里面的人从车上下来 然后就开始大肆破坏这些疯狂生长的植物迷宫 巴西植树节的时候 学生们通常都种植一些非巴西原产的咖啡树 而不去管被砍伐的热带雨林 这在愤世嫉俗者看来 简直就像是在一群野生动物面前 赞颂一只小鸡是多么威猛一般 赫伯特胡佛成功当选美国新任总统后 提醒咖啡界的人们 巴西在为其他的咖啡生产国 拉桥扑洛 他们这样大量囤货 正好让其他咖啡生产国扩张 并且从巴西的花销中获利 贝伦特弗里尔出访圣保罗 敦促巴西政府向市场投放更多的咖啡 并且降低咖啡出口价格 提高出口美国的咖啡量 可是巴西的咖啡种植者们 生以兴旺 根本就不理会 弗里尔和胡佛总统的劝告 也不管由此带来的各种麻烦 这样一来 其他国家收紧了对巴西的放贷 国外的银行都很担心美巴局势 于是拒绝向巴西注资 在巴西囤货政策的庇护下 中美洲的咖啡种植者 获益废钱 中美洲地区的政治稳定 对北美的商人来说至关重要 而且美国对这些国家实行美元外交政策 并派美国海军进驻海地和尼加拉瓜 以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商业利益 1929年 美国教授帕克托马斯·莫恩 帕克托马斯·莫恩 控诉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反对美国习惯性地利用华尔街的美元政策 和派遣海外驻军来迷惑人心 表现出无私的利他主义 两年后 退休的海军少将斯梅德利·巴特勒承认 他在美国海军服役的三十多年 实际上是给那些大企业当了三十多年打售 他说 为了华尔街的经济利益 我确实帮他们一起热夺了十几个中美洲的国家 尽管美国企业几乎都不亲自经营咖啡种植员 但是很多美国银行却为这些咖啡种植员提供信用贷款 认为一来 巴特勒所说的在为国民银行那伙人卖命 看来确实如此了 不过 总体来看 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支持 确实为该地区营造了很不错的商业环境 尤其是为咖啡种植者们提供了有利的市场 20世纪20年代 厄瓜多尔著名的十四家族事实证明 其实不止十四个家族 四十个还差不多 以及威地马拉和格斯达里加的咖啡种植者们都迅速发展起来 一位历史学家记录道 这些国家的咖啡大亨们 住在富丽堂皇的房子里 在曼哈顿的合唱舞蹈团 挑选长相俊俏的金发美女 不久以后 这些美女的样子就被印在里维埃拉赌场的巴卡拉纸牌上了 但是 除了这些咖啡农场主们自己生活富足以外 当地的工人们还是每天只能赚到十五美分 他们的生活依旧贫困潦倒 在这些骚动背后 20年代的成功和繁荣还是崩溃 1928-1929年 巴西的咖啡产量是1060万代 比前一年小 尽管如此 仓库仍然充斥着囤积的咖啡 1929年7月 新咖啡数涨势旺盛 繁花似锦 这就意味着 1930年如果没有突发性的自然灾害 咖啡将大丰收 1929年9月 咖啡种植者们终于开始担心了 有传言说巴西很快将把100万代咖啡运往海外市场 还将和贝伦特弗里尔以及其他的美国咖啡买家签订1000万代的咖啡收购合同 尽管如此 那些有经验的咖啡商还是对此表示怀疑 这么多咖啡同时涌向市场 必定会引起咖啡价格暴跌 1929年7月 拉扎德投资银行更新了他与巴西的贷款协议 告知巴西政府他不会再向巴西放贷900万英镑的贷款要求被驳回 这下巴西人乱了阵脚 又向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贷款帮助 还是失败了 巴西人要想在胡博担任总统的时候 从美国银行贷款 那就更加不可能了 1929年10月11日 巴西咖啡交易中心Santos Bolsa照常营业 交易正常进行 整整一个上午 圣保罗咖啡研究院的经纪人都安静地坐在座位上 没人在意他 下午 他仍然无法买入咖啡期货 因为估价越来越低 低到了前所未有的价格 惊人的秘密终于曝光了 圣保罗咖啡研究院破产 咖啡价格直线下跌 巴西政府绝望了 为了赢得在纽约咖啡交易中心的信心 巴西驻美国总领事塞巴斯蒂昂桑 帕约谎称巴西没有外债而且鼓吹巴西拥有大量的黄金储备 这样一来咖啡市场暂时得到稳定 可是10月29日纽约证券市场崩盘 所有的希望都随之破灭了 咖啡市场比美国股市早两周崩盘并非巧合 当时交易市场上的咖啡和国际贸易形势紧密联系 就像是煤矿上的金丝雀 煤矿稍有晃动 金丝雀就会先行飞走 巴西的咖啡生意一直在蓬勃发展 巴西的咖啡皇帝就像美国一样傲慢自大 认为成功的一方永远都不会失败 直到1929年10月17日 一位美国经济学教授还说 股价已经涨到了长久以来的稳定高位 同样巴西人还在自欺欺人的以为自己是不可战胜 当巴西人的库存咖啡能卖上好价钱的时候 他们就以此来担保以获得更高的贷款 就像美国人买入股票保证金一样 最终所有的繁荣都化为泡雨 飞一堆一堆的咖啡埋葬 20世纪30年代 全球范围的大萧条 导致咖啡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一样连年走低 同时还伴随着大量失业人口的涌现 但是即便如此 人们仍然没有停止饮用咖啡 对不起 感谢观看